以无所得 心无所得 做人学佛要随缘 要自然 要任运 就是心中有光明 集身成佛 如果一个人的心中能够随缘 自然 好好的和佛友相应 你死后就不会经过中阴身 什么是中阴身 人死了之后 人的身体没有了 灵魂又上不去 下面是阴曹地府 那么人在哪里呢 在当中 但又不是活人 而是死人 是属阴的 所以叫中阴身 中阴身有七七四十九天 决定死后 人的灵魂去向 投人胎 投畜生 或者去天界 如果你的心中有光明 随缘 自然 一生不和别人争斗 你就见到了自身的佛性 你就融入了佛性 随佛任运 佛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佛菩萨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什么事情都是和内心的佛菩萨相应的 你就叫 集身成佛 修心是一种功夫 很不容易 是什么功夫呢 就是说 修心的人不会藐视人 不会轻视人 作为一个学佛人 如果你今天轻视别人 看不起别人 你就不是一个真修的人 如果你是要修功德之人 你是不会轻视别人的 师父对法师的要求也是这样的 看见所有的人都要合掌 师父现在对你们的要求也很高 学佛人 看见别人就要合掌 不好好学佛的人 看见高僧大德合掌 他还会感觉到难为情 这就是心中没有修功德 没有学佛的功夫 因为每一位众生都有佛性 我们连生物都不能轻视 懂得佛性的人 连花枝都不能折断 因为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我们吃东西 不浪费食物 就是看得起植物 食物 对每件事情都很认真 你就是存在于自己的真实世界当中 如果你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 那么你的一生都是虚幻的 活得很可怜 所以修心就是要修真如本性 这样才会修出功德和智慧 人的本身虚幻不实 想想看 你们自己是不是虚幻 你们来到人间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就这么没名没姓的来了 年轻的时候笑笑蹦蹦 虚度年华 几十年一晃而过 现在已经这么老了 笑一笑满脸都是皱纹 自己都不知道时间是怎么浪费的 我们活在一个虚幻不实的人间 那么我们自己的佛性在哪里呢 我们自己的佛性已经被我们在人间的欲望所蒙蔽 当你不能拥有自己佛性的时候 表现形式就是 你对生活没有信心 没有愿力 你就会对所有的事情都无所谓 这种无所谓 就是在不开悟的环境下 放荡 喝酒 抽烟 跳舞 很多人混到后来 越混越苦 越难 越烦恼 最后自杀 师父告诉你们 佛法为什么要理解人间的究竟 就是要让你们知道 你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不能虚度年华 因为真正学佛的人 是懂珍惜 会谦虚的人 你们拜师也是一样的 你们拜师佛 也是要谦虚地学习啊 否则 为什么要拜师呢 拜师就是 要好好地跟着师父学习 想想看 经常轻视别人的人 是好人吗 经常轻视别人法门的人 是一个好的学佛人吗 整天说别人不好的人 是一个好人吗 你们跟着师父 学到现在 什么时候听见过 师父说 其他法门不好 一个人 整天说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人已经走偏了 轻视别人的法门 自以为 自己学的法门 是最好的 这样的人 也不是一个 好的学佛人 人 人为什么会自大 要记住 自大的人 都是为自己着想的 觉得自己 很了不起 不自大的人 会把名誉 地位 看得很淡 想知道 一个人 是否自大 是否骄傲 你只要随便 把一个 比他差的人 放在他的面前 对地位差的人 比对他好一点 你马上就能看出 这个人的 骄傲本心了 他会马上不开心 师父在教育 你们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 自己很了不起 师父就是不给你面子 就是要指出 你的毛病 看你是否会脸红 是否觉得 自己丢了面子 学佛人 有什么面子啊 对于学佛人来说 爱面子 就会有业障 要经常淡化自己 不要到哪里 都以自己为中心 外面的那些女孩子 为什么越穿越少 就是要引人注意 就是有虚荣心 师父所讲的 你们在社会上 都能够看得到 人为什么 会这么不自律呢 比如 眼睛长得好看 拼命地放电 正正规规的男人 看都不会看 这种女人的眼睛 人在出生前 过世后 是谁 一无所有啊 我们在人间的 所有财物 都是暂时拥有 我们从出生 到死亡 所有的财物 都是暂时拥有的 没有一件东西 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人死了 所有的财物 都归别人了 你能够带走什么呢 真正能够 永远地拥有的 是我们的心灵 真心地学佛 能够让我们的灵魂 清净无染 学会忍辱 人的一生当中 遇到的所有挫折 诽谤和打击 都会消失 仅仅忍辱精进 这一波罗蜜 就不知道 会消掉我们 在人间 多少的磨难啊 想一想 夫妻关系不好 父母和子女关系不好 同事之间 关系不好 不就是因为 彼此之间 缺乏忍耐吗 要懂得 无生乏忍 什么是 无生乏忍 无生 就是不生的意思 佛菩萨 和众位高僧大德 不管碰到 任何的喜怒哀乐 十二因缘 他们都可以 不生出这种 忍的境界 因为不生 哪来的灭 所以叫 不生不灭 菩萨根本 不生出任何心 没有任何 忍的意念 其实就是 佛教界讲的 不起心动念 如如不动 能够如如不动 能够不生出 各种念头 能够碰到苦乐 忍可忍乐 不动不退 其实 这就是 高境界的禅定 而这种禅定 早就是 远离生灭 真如实相 到达这种境界的 高僧大德 佛菩萨 他们认为 连生灭 都是假的 因为无生 哪来的有灭 就像我们人间 你不生气 哪来的要忍辱 其实 这就是 远离生灭之法 不生 就不要灭 过去讲 从内心 不生出任何境界 你就不用 从你的内心 去灭度它 不生 不灭 其实是永恒的 因为无生 哪有灭度 就像我们所说的 这个人 从哪里来 没有看见有人来 你也用不着 看见他离开 你没有生出此心 所以无生 就是没有生出 所以没有灭度 生灭 是智慧的结晶 能够不生出 任何的十二因缘 哪有要灭度 它的需要 实际上 这个就是 本体论中所讲的 宇宙万有 都是生灭法 能够证悟一切法 不生不灭的智慧 称之为 无生法人 过去不可得 以无所得 未来也得不到 心无所得 把现在的一切 都不要 那就是 进入了 无我的境界 正得无我 你们以后 度人的时候 劝导别人 遇到境界高的人 要说 无我的境界 就是没有自己 很多人 为什么要自杀 很多人 为什么被别人冤枉了 就气得不得了 因为他觉得 自己的自尊心 受到伤害 觉得自己 没有了面子 丢脸了 师父告诉你们 无我 就是 修掉你的面子 如果 正悟到无我 连我 都没有了 你还有什么 面子 丢脸 还有什么 不能够 忍耐的呢 无所谓了 就会 心无所助 心里 没有可以 住足这些 人间 贪嗔痴的地方 我 都没有 就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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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